您的咖啡都好了 谢谢 一共多少 四百 刷开吧 请稍等 不好意思 要不 就用魂灵星的方法吧 我再试试啊 怎么那么难了 怎么回事 这样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有 我又不是上了年纪的大叔 整天穿西装打领带 要回这儿干嘛 连领带都不会记得人 敢称自己为男人吗 那 那个 我们要上课了 我走了 嗯 上课了 你把我上次给您的资料拿出来 给我看 我不是说 我在oth Jones 你不是正经的 在那儿 你看我 你没叫我 有你 你在买芥菠 我去买芥菠 你看我这酒泥富 Iraq 根本来呢 上次你说的那个生日会 是哪一天啊 下周一啊 老大 你该不会是要来参加吧 可是我上次不是记得 你说你不来吗 这一次 怎么 该不会是为了我一个小小的生日会 你就推掉了所有重要的事情吧 老大 你真的是太好了 叫贝尔多来 那可是肯定的 一定的 老大 你不用特地叮嘱我 到时候你们一起来就行 嗯 我知道了 你是要让我邀请她是吧 没问题 我就是给她打电话 我 我没她电话换完 那我去打电话了 那我去打电话了 等一下 这儿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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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叶淑菲工作室的助理 何阳 你好 你好 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 下周一 下周一是我过生日 我想请大家吃个饭 你有没有时间啊 下周一啊 那个 我 就是 嗯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你来啊 你一定要来 这是一个让大家增进感情的机会啊 很温馨的 嗯 谢谢你们啊 那你们老板 嗯 我们老大特别的亲切啊 他还推掉了重要的事情 来参加 你就来吧 那大家一起玩 增进感情多好呀 哦 这样啊 嗯 那行吧 哦 那就这么定了啊 那个地点 我到时候再给你发短信啊 好 谢谢啊 他会说这么关美唐默的话呀 什么事啊 哦 给夜书院工作室的何阳 下个星期一开生日派对 让我去 在哪里啊 哦 来了 在 悠堂KTV 嗯 乐天同学 啊 你很好奇嘛 是吧 啊 没有 这句 抄三遍哦 这个 三六五点睡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雪 你不是在度假吗 怎么一大清早就来我家了 你每次这么一笑的时候 就是我倒霉的时候 怎么会呢耳朵 来来来 喝水喝水 你看我对你这么好 是吧 你这个 什么表情啊 我问你 你们家是不是欠债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你的留学基金是不是没了 那你想不想又还清债又攒到留学基金 那我当然想 那你现在是不是对上节目已经习惯了 那你现在是不是对叶淑薇没有那么讨厌 甚至还有一点点的好感 你就说你想不想赚钱吧 那你想不想和叶淑薇一起上节目赢奖金 上节目赢奖金 Bingo 恋爱NJ第二季正式启动 几组情侣争夺大奖 人气组合业备即将回归 这次的奖金呢也就 五十万吧 以你们俩的人气 叶淑薇的全能还有你的灵活应变 你们俩一定能笑到最后 五十万 五十万 我还这么说可是吗 可是 可是什么呀你可是 你看看你现在的情况好不好 又是早餐店又是咖啡厅 还有 还有配音工作 都外加给小男生补课 你这么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家 为了你的梦想吗 是不是 对 所以呀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 你们俩是最有可能赢的了 你再想想 我考虑一下吧 不过我觉得 叶淑薇应该不会要去 你 你还是让玉总 问问她的意见吧 我可不想为了自己勉强别人 好 知道你最善良了啊 你叶大神那边 会好好跟她沟通的 好吧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们俩都决定参加节目的话 恐怕你们的同居还要继续呦 为了避免上次一些状况的发生 叶淑薇同意的话不可以啊 乖乖乖 好 来 给你吃橘子 叶淑薇一定会同意的 叶淑薇一定会同意的 叶淑薇同意的话不可以啊